大家好,我是依修哥,欢迎来到每日依修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维修培训 Windows 2000,它是一个强大的超系统 然后为我们提供了1998,应该是98,还有95等等 其实应该还有一个97 从未有过的安全性 你能感觉某个地方设置还不够 不够,这里可以对Windows的注册表进行一些修改来达到目的 一,修改开始菜单合作五栏 由于以往的不少文章对这个98下面修改介绍不少 所以我们就不再赘述 另外注意,此次注册表是在这个用户 是这个用户,这个是叫用户,单浅用户 只能是针对某一个用户只修改的 就是这个,其他一个是系统等等 相应值就可以了 禁止开始菜单上下拖动 开始上一单的上下拖动 这边把它这个值可以看它在这边 单前应用,然后这个底下 新建,然后改变这个开始菜单 这个值 新建一个这个 然后选择一 第二,禁止开始菜单 开始任务栏菜单的设置 开始任务栏和菜单 这个就是防止有些小孩子去动他的电脑 也是在这里下 Low设置去任务栏 这就是任务栏的意思 禁止任务栏 三不保留最近打开文档的记录 这个也是在应用底下 也是在这个 这个应该类似于像资源管理器那样 然后这个翻译过来就是最新 Doc的文档的历史 翻译过来就这个意思 最近打开的文件历史 是禁止修改菜单了 前面我们都不管 看在后面 这个是英特 这个后面这个可能翻译过来就菜单 前面可能是个性化 禁止用户 个性化菜单了 禁用用户追踪功能 追踪功能 Low 这个后面这个 用户 追踪功能 系统跟踪用户的程序 还有用户导航程序 用户打开文档 这个信息来说 Windows功能个性化菜单等等 第一这个这个这个没多大意义啊 这个都 意义不是很大 六在运行中 单独的内存空间中运行 在单独的内存空间中运行 新建一个 这个是内存 然后包括是 这个 然后赋予这个值1 莫的情况下 所有的16位的程序 单独用一个共享的VD 这个进程作为现成运行的 在这种情况下 这些 共享的分配给 这个多时进程的空间 不能同时运行 我们设置 用户允许在专用 而不是共享这地下 另外副显框只能 有用户运行的对象框的16进制时 才能够被启发 这个好像有点复杂 他为什么要单独用个空间 难道是有些什么 会占资源还是怎么样 给他释放出来 这个意义也不是很大 其防止系统进行一个综合的目标驱动器 寻找一个解析的快捷方式 仅限于NTF 这个我们FAT32 现在的大多数是这种格式的 他说只有在这个底下才能够操作 负语值 这边是叫做一个综合目标驱动器的寻找解析 一个快捷界 这个也没弄明白什么意思 我们看末日当系统为快捷 大家可以看到后缀就是快捷 寻找目标 就是点开程序的时候 快捷的路径 例如目标在分区里面 系统文件是用个目标ID去寻找路径 这样可以防止系统通过一个综合的 去用去寻找解析一个快捷 感觉有点复杂 我们也满过一下 然后这里要防止 防止系统干嘛 ntf是跟踪解析一个快捷 仅限于 这个也是跟上面一样 这个是跟踪解析 也直接 这个应该也是不是很大 这感觉都是反黑客或者是什么之类的 就防止别人来查找 这个是寻找就是摄取 后面这个绝对一刻可能就是跟踪的意思 跟踪这个途径还是什么 就飞射的文字显示安装不完全的程序 开始菜单 飞射文件 他这边讲使用该功能之后打开 开始会速度会变得很慢 那还是不用为好 新建一个这个东西 就可以让他这个开始变得非常慢速度变慢 上面我觉得很多功能都都好像对于现在我们的使用意义都不是很大 底下的可能还有点你要删除这个什么网上邻居啊 这说说为了防止别人看可能还是有要隐藏所有图标还是有意义 这剩下我们下次再说吧 今天就讲这边 我是一休哥 拜拜 电堂外设网络维修小技巧 Windows 10系统时不时出现点击任务栏或者是图标无反应的情况解决 重启windows管理器按住这几个键 任务管理器 然后选中 右键 点压重启 这个一般理论上没啥用啊 有碰到有这样的情况 这个资源管理器 因为 各种原因吧 要么是中毒 要么是重新打了 就是相当于系统升级的 或者是现在什么软件都有可能啊 或者安装什么软件都会造成这种情况的 你这个重启一下子能顶一下子管用 后面可能不一定管用 第二个这个方法说不准可能还管的管上用啊 他这边是说 时不时出现那个点图标没反应 这是 这是小辣语音搜索也就是我们的搜索功能也行 你点出来之后 然后输入这个POWERSH以管理员身份 然后右键管理员 操作完之后 把这个重新给他注册一下 就是底下这个命令重新注册一下 耐心等等待部署2到10分钟 然后再进行其他操作 三针对点击任务栏 图标时菜单谈出慢 通常是由于加载最长最长访问的列表 如图如果想取消这个笼藏的这种列表的话 就是说你点开任务栏图标的时候 他如果菜单反应慢的话 你想把这个列表笼藏列表给他取消 就要开始菜单点设置设置里面有个个性化 然后有桌面屏幕颜色以及开始的定制 菜单的定制选择个性化之后 这里下有一个屏幕任务栏列表中显示最近打开的下这个选项 把这个可能关闭掉就行了 把这个 是新建 windows 用户重置系统的设置 他一直说重新再建个用户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 重新建用户的话 原来的桌面或者什么资料 你最好先备份一下 如果你系统不能重装的话 这个也不实为一个方法 导致任务栏加持右键现象 新建用户来就是管理里面 然后点个新建用户创建设置 创建用户的话 你选密码也行 你不设置密码也可以 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很多人他就用不习惯 还是喜欢在原来的账户底下 那个就比较麻烦了 然后另外一个 windows 如何快速关机 就是像这个 儿子屁的 像现在的这个也是一样 右键新建有个快捷快捷 然后输入这个这套命令就可以了 这个秀车到这些关机的一个 其实你点电脑正常关机 他也应该也是去调用这个命令 干而是干而我干体这几个 然后这边0的话就是不需要等待的意思 应该反正把这几个给他输上去 然后这个名称就写着关机 关机完之后 你在关机这上面右键属性一下 底下有个按快捷的方式 这个快捷 最好不要按这个f5 f5是刷新的 你最好搞复杂一点的 比如说用个组合键来实现 不要是普通那种 不然的话你按其他跟其他功能键到时候重合了 这里下有一个就是窗口运行的最小化 最小化点击确定就ok了 你这样按一下f5 他最小化可能就是说他窗口就不见了 那就是 然后系统就可以关机 威斯塔这些底下也应该也差不多 好他就命令变少了 发现没有 就是没有干 而是干 t 他少了一个前面好像干尔夫好像 我们看一下 后面这个是零不是欧 记住了 他这上面的话是 干尔死的 是没错 而死而夫t 而死而夫t 而死而夫少了个儿夫 最后就可以关机了 休息一会儿 我们马上就回来了 好